大家好 我是农民营养师 你要养生 说起这个苦瓜呀 我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因为啊 这是一个普通的蔬菜 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呢 都能够随时见到这种蔬菜 但是呢 我要说呀 有多数人吃过它的这个纸 可能就没有几个人了 如果再问 知道它的这个纸的有哪些养生作用啊 我想啊 知道的人就更少了 今天呢 我们就来说说这个苦瓜纸 当然啦 是这个很成熟的 这种苦瓜 大家看啊 就是这样子的 越成熟呢 它就越红 它的表面红啊 这个它的纸啊 也是红红的 大家看啊 这个啊 它已经是是这个爆开了啊 非常成熟了 呃 它的 你看这个里面啊 就是它的成熟的纸 红红红的 那么它的纸可以吃吗 当然 它的纸是可以直接吃的 呃 吃它表面的那层膜 很好吃的 甜甜的 非常的甜啊 非常好吃 我们小的时候最喜欢长成这样的苦瓜了 呃 我们会把它的这个种枝来吃 因为那个时候啊 这个没有现在那么多水果 而这个苦瓜纸啊 就是我们童年时最好的水果了 朋友们 你们呢 小时候有这样的经历吗 把它的表皮皮的膜呀 吃掉以后啊 我们好多人呢 就直接把它这个扔掉了 其实啊 太可惜 大家知不知道 它的这个纸啊 有很好的养生作用 这个苦瓜纸取出来过后啊 把它的这个膜啊 给它去掉啊 然后呢 把它晒干 那么就可以拿来作为养生了 呃 对于我们的肾阳不足 而小便频繁 或者是夜料的朋友呢 有帮助 苦瓜纸中啊 含有大量的这个苦瓜蛋 啊 这种营养物质啊 可以把它入锅 呃 中啊 炒至表面发黄过后啊 呃 再把它磨成粉 呃 对高血糖 那有一定的帮助 这个夏天啊 人们人们呢 容易这个中暑 呃 也可以啊 用这个苦瓜纸呢 泡水带茶喝 呃 一天多饮几次 对中暑 出现的头疼啊 有减轻的这么一个帮助 所以啊 这个养生啊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呃 就在我们平常没有用的 呃 都扔掉的东西啊 其实啊 也可以啊 用以养生的哟 当然具体的这个应用呢 请资讯当地的专业人士 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运用 呃 你还知道苦瓜纸的哪些养生作用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评论留言 呃 我是龙明 也是名营养师 感谢你的收看 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呢 记得点一下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